生命线上的新闻是由几条短线在生命线上某个点相较而形成 代表了能量聚集的地方 也就是能量突然激增后在生理上形成强大的冲击力 而这种记号通常和惊吓有关系 不管是生理上的还是心理上的惊吓 比如说会突然受伤或者是有意外发生时 就会出现这种记号 生命线上的导文 因为导文会将生命线分成两条 所以是指能量的降低或者是抵抗力比较差的时候 这个时候此人可能觉得体力变得比平常要差一些 而且可能会受到伤害或者是受到一些病毒的入侵 导文开始发展意味着健康可能会有问题 一些可以增强体力的方法 比如说改善饮食习惯 睡眠充足 都能够避免健康亮起红灯 生命线上的障碍线 横切过生命线的横文被称作障碍线 代表的是情绪上的剧烈变动 严重程度则要看此线的长度以及深度 如果是说从家族环开始 则表示会特别的担忧家中的某位亲人